我们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 在五浊恶世中还能遇到佛法 有时候想到这些 我们佛弟子还觉得很自豪 以为释迦牟尼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按照不同的叛教方法 分为三圣教法、五成教法等 看上去是法门无量、变化多端 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在佛门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修法 可选择性非常广泛 但实际上大家要知道 这种现象也正好衬托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缩破世界的人心念太杂乱 我执太强烈 这种我执不仅仅体现在我们业力的坚固 以及表现形式的多种多样 而且也包括我们在修学佛教的法门时 所受的教法都必须一人一个样 这也说明我们我执的发挥也是一人一个样 从无量节以来都是我行我素 没有随顺善法、依止佛教的心 我们学过《华严经》和《法华经》就会知道 释迦牟尼佛刚刚成道 就宣说《华严经》 想把最圆满的一成佛法传授给我们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根气太露裂 对这个无上圆满的一成教法根本无法承担 就像法华经理那个离家乞讨的穷子 大副长者想一下子把家产交给他继承 他反而吓跑了 不敢承受这一切 所以 释迦牟尼佛以大慈悲心才宣说三圣教法 或者说五成法 为的就是让我们有次第的 循序渐进的入道 所以 谈到我们的大乘佛法八大宗派 禅境双修 教官总持这些种种的修法 我们就不要起我慢心 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可以知道这么多的修法 很了不起 实际上 从一成教来讲 这些都是烦恼 是分别心所感召来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反而要生惭愧心 忏悔心 要想到 在他方佛国净土里面 人家能够直接地修学一成法 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心思太多 花样太多 招感的这个世界也是百般多样的夜报之相 恶业是这样 善业也是这样 包括佛法的施舍还是这样的 所以 不论我们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要有惭愧心 有精进心 不要得少为足 不要起我慢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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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